不少民众习惯购买生菜来自制养生沙拉 但现在放眼望去 整排架上却找不到美国进口 因为每家地区接连爆发严重大肠肝剧中毒案例 已经造成50人送医 让民众挑选上也特别小心 会避免去吃那样蔬菜 就应该会选择台湾的来购买 台湾进口的罗曼生菜 九成以上来自美国 现在食药署罕见发布黄色警讯 要求每家生菜都得附上官方食安证明 才转放行 11月23号起到12月7号 是他要检附美国跟加拿大官方的 卫生证明文件 那我们才会受你抱怨 基于预防性的原则 先将产品自主性下架的话 必须要依照食安法相关的规定销毁 大肠杆菌中毒时有所谓 在这次政府大动作边境管制 是因为生菜中的细菌 属于毒性较强的OE57HC型 误食后恐怕会出现极细肠胃炎 像是恶心呕吐还有血便 严重甚至引发溶血性尿毒症候群 会因为肾衰竭造成生命危险 包括有溶血性贫血 然后有包括肾衰竭 而且血液中的血小板数目很利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内科的急症 所以病人几乎都需要出院 甚至需要紧急洗身 甚至需要紧急的输血 尤其是幼童老人及患有重大疾病的民众 都要特别注意避免生食 医师表示大肠肝菌水洗无效 如果家中还留有剩余生菜 舍不得丢弃 得用70度以上的高温汆烫 才能达到灭具效果 在新闻周城张略嘉台北报道